大家好继续跟大家说这个语言文字啊 前前面呀话几个说了这个这个苍结造字啊 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呢 因为这个汉字是唯一留下的这个 目前留下的这个象形文字啊 而且这个象形文字非常古老啊 古老到什么程度呢 这个这个真的我实在是不能无法无法不这个不这个呃 不断的强调啊 就是人人类这个这个说话的说话谁都会啊 很多动物都会会发生的动物都会 这个这个这个狼啊狗啊之类的啊 老虎狮子这都他们一叫这都这都传递信息的 用声音传递信息这种这种做法 这个动物都会啊 所以说说话不是一个什么很牛逼的事情 呃但是呢这个当然了这个人人逐渐的呢 这个发音的这个这个越来越多了 会发的音越来越多了 到现在为止人这个整个的这个发音的这个这个音节啊 这音节的这个数量啊 就这个波波摸摸呼啊这个然后额啊呃啊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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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之类的 这个这个育母和声母这个这个排列组合出来 大概就是四五百个音节吧 然后有些音节就就用的不太常用吧 这个这个而且有些音节有些语言用有些语言不用 像一些卷舌啊 或者说这个像像英语的这个 还要咬一下这个舌头啊 什么之类的 还有像这个法语 俄语什么之类的 还有这个还有 还有这个大舌小舌音啊 什么之类的 当然那种都是少啊 那种也就是那么几个啊 加起来 所以没有本质区别啊 所以整体说来 大概就是500来个吧 那么那么在这个苍结造次的时候呢 那时候人肯定发不了500多个音结 这音结发的很少的 所以当这个 当苍结造次的时候 那个时候中国人肯定说的是 还是说单音结 一个音结就 差不多就能把事办了 需要表达的东西比较简单啊 就是就是需要 或者说需要表达 表达东西的数量比较少啊 说不定当时也就100个音结 或者几十个音结 甚至更少 就把事办了 那么那么在那个时候呢 这个 另外呢 还再加上一点 就是说 那个时候还能够向行 就是他们说的东西呢 大部分都是有形象 或者说绝大部分 甚至于全部 都是有形象 所以呢 这个 这个 画个简单的图 大概就 一同工就那么几个嘛 对吧 也不多 所以呢 这个画起来也相对简单 然后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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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就就制造了一些符号嘛 然后这些符号呢 就是就是相当于是 哎呀 可以说有点像后来的中国画啊 他就他就他就不像这个 油画那种搞得那么复杂啊 然后 然后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说这个 苍结造字呢 是在这个 人类这个 声音语言的两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出现 也就是说单音阶阶段 然后呢 也是在这个 人说话的这个内容的这个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出现 就是这个具体内容的阶段 然后以后下一个第二个阶段呢 就是这个有抽象的内容了 就是现实中间没有的 或者说没有这个物体代表的 呃 看不见摸不着的 呃 抽象的一些东西 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就是颜色 颜色你这就就就很难表达了 你用文字来表达 就就就就就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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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个 就就就就就就没有什么道理了 至少颜色嘛 他没有没有形象 那么这个这个 然后就是多音节 一旦人们开始用多音节说话的时候 也就是说什么呢 需要用两个音节 或者两个音节以上组合 来表达他们要这个这个传递的这个内容 这个时候呢 一方面呢 这个要表达的东西多了 如果这个时候再相形呢 那么你画的画呢 就也就多了 这个时候相形的困难呢 就增加了 这是一方面 再一方面呢 如果这个时候你像还相形呢 那么你相形出来这个字呢 那么一个字就有可能是发两个音 比如这个我以前举了这个例子啊 诸葛 诸葛又可能就是一个字 但是念诸葛 那么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 这个这个这个结果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 你作为一个民族也好 作为一个文明也好 你开始的时候 能不能使用相形文字 这是这是一个时间窗口 在你说单音节的时候 在你表达的内容还是 具体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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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对象的时候 你如果没有发展单音节 那不是没有发展这个 相形文字的话 那么你就错过这个时间窗口了 那么下一个阶段呢 你说的话呢 就开始多音节了 就是几个音节凑一块了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你说这个这个水 他英语就是water 你看 你如果是把水来个相形文字的话呢 你比如说他就相形的跟中国那个水一样吧 但中国这个就叫水 他呢 他就得叫water 就成俩音节了 这个我希望 希望我把这事说清楚了啊 你到了这个多音节以后啊 这个相形不仅相形困难了 而且你相形了以后呢 也不会是在世单音节了 因此呢 这个这个目前世界上啊 除了中国中和中文汉语之外啊 统统都是拼音文字 但是这个这个 但是你一旦这个说话的音节多了以后呢 那么你说话的这个能力也增强了 然后你说话的经验也多了 用的音节多了吗 就是就是同时啊 同时用的音节多了 一下子又要说说两音节啊 你说水的时候 我们古人就是水 就解决问题了 他这就得water 那那显然你看舌头就舌头对舌头的要求就高一点 那么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就你就对这个 说的多了以后 你对这个音人说话的这个 发音的这个声和韵的这个结构 你就你就这个这个这个了解 而且你你你你你也有会有聪明人吗 他他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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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那句话啊 只要思想不滑坡啊 这个方法总比困难多啊 因为你稍微多说的话多了以后呢 你就也不是很困难的 你意识到这个这个音这个声韵这个结构也不是很困难 最明显的就是比如说叫叫叫叫叫叫妈妈妈妈妈全世界各种文字都差不多的 你你你你你这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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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有好有些是重复的 然后你把它提炼出来 你就把它搞成这个 拼音文字就出来了 他就是就是这么回事 但是呢 这个有趣的是啥呀 有趣的是因为我们祖先的这个 丹金杰的象形的文字啊 他出现了这么早啊 以至于我们周边的人啊 就被束缚了 最明显的就是这个 这个日本 日本人在很长时间啊 他们都没有 这个文字 我是说他们自己没有文字啊 因为因为他们没有在这个 单音节时期发展出他们的这个 这个这个文字 到了双音节以后呢他们也没发展出 这个或者多音节以后他们也没发展出文字 结果跟跟这个跟这个碰条 旁边有个邻居 也有这个象形文字 他们就跟着学了 可是这个象形文字呢 是个单音节 而且还挺复杂的 覆盖不了 这个当时日本人说的话 以至于呢 以至于呢日本人有些话 或者是按跟汉语学的 或者是他们原来自己的 他有些话的就有文字 是用汉语学的 还有很多话呢 就没有文字 直到近代 他们跟这个西方人学完了之后 才弄出什么假名 骗假名 那些那些这个这个东西才才算是有了文字啊 就是属于属于拼音 但是呢 日本因为因为日本是从这个汉汉文化圈里 呃呃拼音化比较早的啊 所以呢他还受汉文化的束缚 所以你看这个日语的这个这个 他这些这些字母吧 他这个声韵呢 就就就就就隐藏在里面 你看你不像这个英语吧 你比如water Wa这个wall 就很明显的 啊 这个特 这个他的韵和声都都都写的明明明白白的 但日语就不行 日语你看他那个他那个啊什么 安什么之类的 这个妈什么之类的 那个印运和这个声都都藏在里面 然后呢这个这个南韩呢 他或者说还朝鲜呢 他们这个这个拼音化呢就就就就就 就这个这个稍微好了一点啊 他那个声和韵就 就是明买着写 就是写出来的 但是呢他呢还受这个方块的影响 所以他那个声和韵呢 不是像这个 英语这种 横着 一围的写的 他还他不仅是横着写的还上下写 所以呢 所以这个这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 这个 朝鲜化的这个 这个这个拼音化呢 比这个 日本日语这个拼音化的走的稍微的 远一点 或者说彻底一点 那么当然了 这个越南那边拼音化的就就更彻底了那个那个完全基本上就是照着法语来的 所以这个这个 这就是这个 这就是这个这个 拼音语言的这个 这个故事吧 就是拼音语言的这个起源吧 然后这个 哎呀 这也是好几分钟了 哎呀 说这些吧 然后下边说啥呀 说 哎呀 哦还有就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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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就是前面说了啊我们这个我们这个因为因为苍结是人啊所以我们这个语言啊 他是人的语言啊 拼音语言呢他必然是神的语言 我们走上走的路是一个世俗的路或者说是人的路 用拼音语言的这个民族或者文明啊他们必然走上神的路 这是这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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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办法的事 好了下边下边给大家讲这个这个拼音语言都是神的语言啊 好嘞 再见